各位貴賓 現在我們來到的這個地方 是我們投城農場的有機菜園 那我們投城農場這幾年 也因為要讓遊客吃出健康 還有吃出安全 有一個好吃的安全的蔬菜 所以我們農場也有很大的有機菜園 那這個菜園我們放眼看過去 我們種的蔬菜大概都是我們當季 以及當令的蔬菜 那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在種有機 難免它會有一些蟲害跟病害的發生 那我們要怎麼樣運用生物防治 來跟我們的菜來做生物的防治 那各位可以跟著我慢慢的走到這邊 那在我的後方這邊 我們也蓋了一個昆蟲旅館 那其實這個昆蟲旅館 最多來住的就是我們的蜂 那這個蜂裡面 以獨居蜂佔的最大多數 我們的蜂有分群居的還有獨居的 那通常群居的就是我們的虎頭蜂跟蜜蜂 但是絕大部分的蜂都還是屬於獨居蜂 那獨居蜂的媽媽她要生小孩的時候 她要找產房 在我們看到這些洞裡頭 其實每一個洞都是我們很多獨居蜂 她可以來這裡面生小孩生蛋的一個產房 那農場蓋這個昆蟲旅館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廢物有效的運用 因為在我們農場有很多這個竹子 比如說這些不要的木頭 我們就幫她打洞 那就把它蓋成這樣一個我們社區 類似一個社區 那再來這個獨居蜂媽媽 她來找到這個洞 她想要在生蛋之前 她必須要找食物來給她的小孩吃 那她的這個裡頭還有分吃素的 還有吃蜂的還有寄生型的 那其中以吃蜂的對我們的幫助最大 為什麼呢? 因為她到我們剛剛這個有機的菜園 去抓裡面的菜蟲出來 抓到了菜蟲啊 好多隻就往裡面塞 塞滿之後呢 她就會在裡面下蛋 下完的蛋就會用 把這個洞口把它堵起來 那這個堵的時候呢 會用它的唾液啊 加上一些有的是 解連的落葉把它就成紙漿啊 或者是用那個泥土把它給蓋起來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昆蟲旅館裡面 基本上如果它的這個樹洞 有被堵起來的話 就表示它已經有幼蟲在這個裡面了 那等到呢 隔年的這個夏天的時候 天氣變熱的時候 它就會一隻一隻的飛出來了 那所以我們農場啊 在做這個昆蟲旅館呢 我們除了提供它很好的住宿之外的話 這個我們的菜園 就是一個它很好的就業市場 那有了這個就業市場 還有這個居住的環境 錢多事少離家近了 當然這些獨居風啊 它就會一隻一隻來了 那這個是我們一起的劍難 也因為呢 太多來住啦 所以在我的後面這邊 我們蓋了第二期的劍難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 基本上也運用了我們農場的特有的資源 也發揮我們休閒農業的三生有幸 哪三生呢 就是生產、生活、生態 農業的生產 農民的生活 跟農村的生態 我們在這邊就可以一覽無遺